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太火烂了 你说的35是公斤还是70公斤 35一公斤合的也就17块钱 你这价格还是非常紧 你这零售吗 38 这是什么品种 小巴掌 到前面的乡货车里看看是不是能便宜一些 基本上这么大 其实一般泰国榴莲 这是云江中泰 我不太清楚它这是泰国的还是本地的 这是巴掌榴莲都是 这是泰国的吗 还是国产的吗 这也是泰国的 这也是泰国的 还没出来了 还没出来了 巴掌的要好吃一点是吧 巴掌的划算一点 划算哈 你的划算是指什么皮脖还是 粗肉嘛 粗肉嘛 粗肉率高巴掌的 刚才那美女给我介绍一下 就是巴掌它的粗肉率要高一些 你果要吃的吗 我要脱好一点 你要脱好一点 你的脱好一点 你的脱好一点 你脱好一点 你脱好一点 其他的粒在什么 70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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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就是啥 就是 这个粗肉率还确实 这个它 好脆了 还有点晒 你尝嘛 这都不好吃 怎么不好吃 这就是巴掌的 对 巴掌小不小 都是肉肚 肉肚 它这还有这个 巴掌的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你们盯了没有 快点我要卖了 这里 70件 留着70件定了 70件 它多50 50 多50 其实 哪里还那么多吗 其实 其实 这个粗肉就是挺高的 这个粗肉 它还没开口的嘛 这个 它开口的要软了 这个口都没开 已经是甜的了 它变成了 它已经很甜了 甜的够了 真是 它还没熟 所以它是硬的 再放几天软了 就更好吃了 你吃嘛 没熟就已经是甜的了 对 这个 这个 这 这个 没得了 为什么吃了 没得了 没得了 喝啥来 给我们 看这个没熟的 这个团色就非常好 还是脆的 没熟 嗯 但是特别甜 特别甜 而且那个香味 就是那个清香感 挺好 这个熟的榴莲和不熟的榴莲吃起来 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哦 很赖了 而且胡 特别小 经过十七斤 他还有十七斤 上去就经过 就是大中もし方 就什么那 不好的 一箱五百及 呢 您这一箱五百�戟 这个小巴掌吗 小巴掌 小项五百二 五百二一箱 是吧 嗯 挺好的 一箱大概有10个吗 一定 9个的鱼有 10个的鱼有 主要取决西 取决西所有都有 重量就17 净重17左右 这个是16公斤去穿 这个16公斤 对 净过16公斤去穿 净过 到这里应该还有个15斤到15斤吧 对对对 稍微有一点水分的挥发 好 你也知道它对上走了2、3斤了吗 从那个泰国过来 他怎么说的这要12地区 对对对 这个鞋就知道 这个挺好 不是烧店 我带好来看自己 这个巴掌呢肯定是最受欢迎的 金箴呢 那不是金箴的 那个 这也是金箴 这也是金箴 就是金箴的一个系列 哦明白了 猫山在这里 这是猫山的哈 这个多少钱 这个 这个 我看这个是560 560 560 540嘛 就是重量差不多啊 和那个小的是重量是一样的 一样的就是金箴的一样 他俩哪个好吃 说实话这个好吃 还是这个更甜一点哈 这个的稍微大点 不大 不稍微大点 你就知道 对 其实熟了以后那个也好吃的 很好吃 是 挺好吃 你必须看客人的口味 看客人的口味 看客人的口味 有些说金箴好吃 有些说银河好吃 有些说银河好吃 肯定的口味 对 大家都吃 都会给大家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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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